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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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叫避暑 逆就是违背 服逆 在上书太甲下讲 有缘逆于鲁心 必求诸道 这是上书太甲下讲的 四义就是 极意 认情的意思 放纵 认情 这个叫四义 涅珠啊 延期执法 残暴的杀害下属 涅啊 就残暴 凶残 格是改变 慈节 慈首 节操 末世啊 这是死亡啊 是终其一生的意思 那么这一条讲啊 这个 如今君王 这是燕子啊 指这个 齐景公了 对齐景公讲了 如今君王啊 世民就如同面对仇敌一样 看到善行就 如同啊 躲避原乐一般 既扰乱的政治 又危害贤良 这样必然啊 违背民心了 这个就是 这个君主领导人啊 志民啊 就如同面对仇敌一样 看到善行就 如同啊 躲避原乐 那么既扰乱的政治啊 又危害贤良 这样啊 必然会违背民心了 那么 极尽私欲啊 收寡民财 并残暴的杀害下属 恐怕要负极至神了 这个 尽自己的私欲 一个君主领导人啊 去收寡民财了 并且呢 很残暴的 去杀害下属 这样的做法 恐怕灾货啊 要波及至神 那么这个话呢 是院子啊 欠见这个齐寝公了 做一个君主领导人啊 志民就不能像 对仇人一样了 也不能看到呢 有善行善的方面啊 就赶快避开 像躲避原乐一般 这样做啊 会扰乱的政治 又会危害到贤良的这些忠臣 那这样做啊 必然会违背民心了 失去民心 而且还说寡民财 残暴的杀害下属 那这样啊 恐怕灾货就要临身了 所以院子啊 极力的欠井公了 说我已经连迈了 我已经连老了 不能久世君王了 不能啊 帮助君上 君王的行为 若不能改正 我就持守截操 直到啊 离开这个世界 这个一段话呢 也是院子啊 在年老的时候啊 可以齐井公的一个 欠借 那么这是忠臣啊 必定啊 要尽到欠借的责任 那这个君上啊 他改不改 忠臣啊 他总是要 持守他的截操了 一直到过世啊 往生了为止 那么这是一个忠臣啊 对上面领导人 欠借的一个精神 这些也是我们 学习的地方 好 我们这一条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福慧增长 华喜充满 阿弥陀佛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我们下期再见